对 对 我知道 哎 哎 崔梦 崔梦 我知道 你现在已经进入状态了 但是呢 你不能光看他们 你要看我 也不是面冲着我看 你是 哎 回头看你 那咱俩就都这样说了 崔梦 我就问你这是不是表演 是 现挂 现挂 大家好 我叫崔梦 一名叫巴黎米 很多人都好奇啊 说你为什么叫巴黎米啊 特别简单啊 因为我自己随随便便的 办了一个公众号 叫巴黎米 你们也不用关注啊 怕你们听不清 随随便便的办了一个公众号 叫巴黎米啊 听清的都关注了啊 对 我想问一下 现场的企业家 有谁看过崔梦的演出啊 佳音看过 刘群也看过 这么多人 段东也看过 小叶子也看过 我对她有阴影 你对她有阴影 对 我觉得说她很好笑 然后我就开始笑 她对你有阴影 你上去吧 她就是 她就 我觉得很好笑 我就开始笑 然后她就说我 那个我还没有道梗 你怎么开始笑 你是哪一年 进入的脱口秀行业 2020年 11月底 12月 去年才进入到脱口秀行业 对 就是因为去年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风口吧 然后还是因为我自己的一些个人原因 我觉得讲脱口秀是一个很释放 这种负面情绪和不开心的压力的地方 所以我就决定来讲 第一次登台是在什么时候 2020年的11月14日 而那天好像就是有天使飞过一样 观众也都特别的好 都很热烈 所以那一天就相当于刚迈进这一行 其实就有很多人给了我很多鼓励吧 一些信心 你也没想到观众这么好糊弄 没想到 没想到 没想到观众这么好骗 没想到 你当时下来就想 都像朱家英 赵小叶这种的 那我岂不是两天半我就大失了吗 做梦都想到了 对吧 下来之后感觉如何 我下来之后有种被掏空的感觉 特别空 你之所以进入到脱口秀行业 而且你对他真的有这么大的热情 是源于你自己的经历之后 你特别珍惜 现在还能活着说话的机会 我这样去总结对吗 对 百分之七八十吧 就之前我一直在做幕后 在做别人的内容的输出 但是我自己性格又很幽默 所以那时候没有脱口秀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要不然我们给你搞一个喜剧节目吧 但我从来没有珍惜过自己的天赋 或者是很好笑的这种能力 2018年的时候 我出了一场惨绝人寰的车祸 这个车祸当时把我干得雕猛 就是 伤得很重啊 对 撞得面目全非 然后昏迷了十多天 然后我妈基本上是一天牵一次病危 当时大夫出来说最坏的结果就是 你要做好一个准备 就是孩子可能是植物人 当我醒过来之后呢 我妈就说 哎呀 觉得你要是不会说话了都不如死了 当时我想都是这点 当时后来我醒过来之后 我在病床上我当时就想 我还能讲话 然后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医疗奇迹吧 出院没多长时间我就决定去讲讲脱口秀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脱口秀演员羡慕我的啊 因为我有一辈子素材可以讲 他们都没有这素材 当你们深深地被他的故事所吸引的时候 其实他是在用一种没有让你笑的方式来打动你 我应该提议给他一点掌声 也祝贺他能够拥有 谢谢 谢谢 重新站在舞台上 很珍惜说话的机会 并且能够和我们这样健康快乐的交流 我们特别期待他到底给我们哪一段 来 掌声欢迎八厘米 我在住院的时候 我爸其实求大夫说进ICU 说看看孩子呀 到底装成啥样 大夫说最坏结果就是植物人嘛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然后呢他就很难过 他就用手打墙 就把手给打骨折了 明明别人住院啊 爸爸都是照顾我 我住院 我爸就想方设法来陪我住院来了 我在三楼脑壳住 我爸就在二楼的骨壳住 我妈就这么来回跑照顾我俩 然后我爸一看我妈这么辛苦 很心疼 说你看你最近瘦的 你别来回跑了 你这么的 以后啊 你就踏踏实实照顾我吧 给孩子请个护工 然后我妈就照顾我爸了 把我一个人丢在病房里 就等着我自然醒过来的 真的真的 这就真的是真的 非常感谢崔梦 你的艺名叫八厘米 对 在这呢 我也非常漫不经心地说一声 大家如果对他感兴趣的话呢 就多看几遍非你莫属的重播 至于他那个自己刚做的 什么公众号八厘米啊 就不用再关注了 感谢崔梦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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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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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